班级排下地上一堆鸽子排泄物 国历平美高中长久来保受鸽害 除了清不完的鸽粪 还有掉了一地的鸽子羽毛 增加食生清洁环境压力 鸽子会在楼梯间煮巢 还会在路上看到鸽子的粪便 这都是造成很大的问题 由于它们数量太过庞大 所以延伸出来一些鸽害问题也非常的严重 像是它们的鸟饭以及鸽毛 在学生的打扫上面也造成许多的困扰 台南制纲金属总经理郭志华 曾应邀到平北高中参访 由校长林洪泽导览认识生态校园 林洪泽提到鸽子数量太多 校园花了很多心力防鸽害 但成效有限 尤其离学生最近的班级排下方 教室出入口都是鸽笨 郭志华得知师生的困扰 便着手利用公司剩余的材料 设计防割害班级排 我们刚好想说是不是用我们的金属的下脚料 可以来做一些比较有公益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用不锈钢的材质 设计了一个三型的结构 让鸟它不会停留在这上面 我们先做了两面 给校长我们先把它安装好 然后观察了两个月到三个月之内 发现鸟真的不会葬在这上面 班级排它就是学生教室的一个出入口 那整个都是鸽子的排泄物 那我们在想如何来做改善 也减少老师跟学生打扫环境的压力 那刚好就是制钢金属的郭志华 郭总经理他也愿意来协助跟帮忙 防割害班级排只要套在原有班级排外 用螺丝锁上就能完成装设 且以镭射雕刻做出学校大角地标图像 兼具防割与校园特色 学校试用三个月确实有效防制割害后 制钢金属捐赠70组给平北高中 防割害班级排在开学前装好 让鸽子停留在班级排的画面不再出现 还给学生干净的走廊 学校也持续进行防割计划 更先半鸟绳半鸟刺 隐形鸟王等设施 让鸽子无法站立久留 减少鸽粉污染之苦 评论新闻张如云 柳建荣采访报道